今年度冬茶即將上市 但冬茶的生長 卻因會氣候影響導致產量減收 因而使得許多茶農相當困擾 茶農黃崇敬表示 雖然冬茶產量不如往年 但品質卻是比往年來的提升 因為今年的氣候 比較稍冷 所以提出今年的茶 生長比較慢 大家的茶農都減少 所以 而由於今年度冬茶生長 受氣候影響 品質有別於往 所以在製茶的工序上 也需要更加重視 為了使每位茶農都能製作出優質冬茶 茶農黃崇敬也特別分享自身製茶經驗 讓茶農朋友們參考 今年這個冬茶茶 因為他生長比較慢 所以說他的業地比較肥好 所以說我們在製 製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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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看到黃先生分享自身製茶經驗的做法 先議員張志明也感謝他的用心 並齊取日後地方政府能夠更加用心來規劃 輔導茶農們 帶領地方茶產業能有更好的發展 今天看到黃大哥 管理把他的技術 管理把他的這個東西 來公開讓我們所有對地有相處的朋友 可以來學習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們也想說未來六國行政 可以透過他的這個行政的力量 把我們六國 要好地的 要好做地的 都可以結結合 替我們六國 再進出到有更好的未來 議長何勝峰表示 冬茶即將上市 期許每位茶農參與比賽都能夠成功獲獎 也邀請喜愛品茶的民眾 屆時也歡迎錢來購買 記者盧玉凱入股採訪報導